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新科技加速医疗知识的进展 智慧医疗成为提升医疗服务价值最佳途径 为了能够找出值得推广的智慧医院解决方案 依测会自2013年开始推行智慧医院优秀案征选活动 借此缩短摸索期扩大医院学习广度 每一年都会有70到100个医院内部自主研发 或与厂商合作所推出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 依测会则将单独解决方案整合成一套完整的服务 加速智慧医疗创新服务应用 并建制台湾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 会整国内智慧医疗产品与资讯 链接医院及产业 合作研发智慧医疗产品 建立营运模式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 台湾智慧医疗的发展速度属于前段班 在早期资讯化的过程包含病例自动化、电子健康技术等 自动化成效约有90%以上 显见目前智慧医院的成效已相当成熟 然而,相较于国外已出现大型的医疗资讯厂商平台 让上千家医院串联 而台湾的医院大多都是由自家资讯室开发医疗资讯系统 尽管可以更贴近自身需求 但一家医院单打独斗 无法达到整体医疗经济规模化的效益 必须跨领域整合 才能真正发挥智慧医院系统运行效果 在英特线的潮流之下 我们怎么要把台湾的ICT 台湾的医疗的技术 我们的智慧医疗能够推动到全球 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 台湾的厂商或是医院可以把这些完整的智慧医疗的手续 把它放到平台 让更多的医院可以很快地找到台湾的提供的这个产品 台湾拥有医疗与ICT产业的雄厚基础 透过软硬整合建构以人为中心的预防 诊断治疗与照护平台 才能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有效提升医疗品质 做到建设运行管理一体化 进而将医疗服务向海外输出 产生全人照护智慧相随的价值 台湾在自动讯产业已经是发展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产业链 台湾在医疗在全世界非常具竞争力的一个产业 台湾其实把这两个优势整合之后 变成一个新的平台 再透过台湾政府能够有效地去推广到国际市场 医疗器材的研发 它其实需要非常高度的整合 透过了智慧医疗平台 可以去加速医界跟业界合作 让业界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产品 帮助医界去提升它的医疗品质 也可以达到更好的医疗成果 台湾的智慧医疗具有非常坚强的实力 目前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整合 医院如果能够在这个平台底下做一个整合 那么把我们所有的资讯系统 透过物联网把医疗仪器的资讯也一起整合进来 那么就是全世界最坚强独一无二的整合平台 透过这个智慧医疗平台的建制 可以替机构得到甚多的解决方案 同时促进医病的整合 病患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 医疗决策促进正确性 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浪费 台湾医疗的技术不仅在全球名列前茅 也透过医疗的整合提供了许多独特的解决方案 而智慧医疗平台提供医疗机构搜寻与谋合 促成医疗机构与产业合作 进而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 快速精准的智慧医疗整合平台 是实现智慧医院的精神 台湾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 推动规划有五大方向 包含智慧医疗产品入口网站 整合智慧医疗产业资讯 汇集优质智慧医疗产品 媒合医产研发创新 及行销海外市场拓展商机 医疗会所建制的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产品 有展示跟曝光的一个机会 如此才能够媒合医跟产 把医疗上所需要的所有的解决方案 产品化跟模组化 才能够让台湾的智慧医疗产业 有往国际发展的一个商机 医疗会汇集各医疗院所与厂商之整合解决方案 纳入台湾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 鼓励医疗产业链串联合作 达到降低医疗成本 减少病患等候时间 减轻医护人员工作负担的主要目标 并将台湾发展智慧医院的经验 能够行销到国外 将台湾医疗推向世界舞台 达到医疗服务传递世界的愿景 期许平台能够协助医疗产业的创新 以及永续发展 提供因地制宜以及客制化的智慧医疗服务 成功扮演推广智慧医疗的领头羊 带领医院及支通讯厂商 拓展无限的商机 医测会自1999年建立以来 始终维持人本、诚信、专业、创新四大核心价值 透过评量认证、品质活动、医学教育 与医界伙伴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传递卓越健康照护价值 未来也将持续陪同医疗机构不断精进 串联全台智慧医院 打造健全方便的智慧医疗平台 共同促进人民的健康福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